在国家2022年首场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表示 近年来出生人口数量下降 受到多重因素影响 首要因素就是生育旺盛期 育龄妇女规模下降 13、5、17、20至34岁 生育旺盛期女性年均减少340万 2021年相比2020年减少了473万 其次就是年轻人婚育观念显著变化 指出当前90后00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 绝大部分成长和工作在城镇 受教育年限更长 面临的就业竞争压力更大 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 幼稚婚姻推迟增加了女性终身不婚之可能性 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水准 同时生育医院持续走低 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 2017年调查为1.76个 2019年调查为1.73个 2021年调查降到1.64个 自中国的指引开 隅法主体 指引禁练 练压力更大 陣离 秓转 背变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